为什么会有杂念呢 你放不下嘛 千长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 有这些架杂 我们念佛 不但不能灭罪 而且增加了罪业 增长罪业 增长什么罪业 你还没托佛了 你的心不真不沉 为什么呢 六根没有收回来 不真不沉 你用的是妄心 你不是用真心 你说你有没有罪过 对金中发门 还持有怀疑的态度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里都打了很多问号 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 阿弥陀佛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大堆的问题 这些问题 佛绝对不会怪罪我们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不在地球 从来没有人去看过 往生的人也没有回来做报告 一去苗无阴心 一去苗无阴心 怎么能就是一扇心 释迪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这个法门 虽然是多次悬殊 无量受尽量 可是从来就没有人 把这个事情解释得清楚 所以带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个法门 佛自己也承认 难信之法了 难信能信 真不容易 难信能信是什么缘故 过去深中曾经修过 底蕴深厚 这一深中又遇到了 嫁亲就输 是这么个道理 这样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多数人 很难接受 那为什么古大德 不把这双词心 想想细细讲清楚 这个你就不知道 古大德是真讲清楚 古人的心 比我们现在 比我们现在 行进 忘念没有这么多 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手机来做比喻 手机 手机没有发明之前 手机发展 年数不多 这最近几年 我看顶多不过二十年 三十年前 没手机 就算三十年 三十年 中国人家一世 手机发展之后 人被这个东西干扰 扰乱 超过上一个世纪的人 就是三十年前的人 忘念至少要超过一百倍 你心怎么会定得下来 如果再往前推三十年 电话还没有发展 无线电话没有 都是有线的 还有总机跟你接线的 二次大战时期 所以你知道外面 社会上下发生的新闻的时候 一般至少都是一个星期 才能够听到 不像现在 现在自信发达 全世界哪个地方 出了一点小事 一个小事之内 全世界知道 这是人 自己害自己 古人说得好啊 知识多时 烦恼多啊 舍人多出 是非多啊 你认识人多了 是非多了 知道识多了 烦恼多了 你心里怎么会清洁 你怎么能够 多舍六根 多舍六根 首先的办法 把手机丢掉 把家里电话线切断 这是都舍六根 必要的手段 一个团体 一两个手机就够了 专门有负责 向外联络的 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说一下 不重要的 不必说 古人说的好 临动千江水 不动到人心 要知道 心如止水 这是最好的境界 佛菩萨的定功身 那哥们有话说 他动静一如 他六根 借出流程境界 心地丝毫不染住 这叫功夫 我们没有这等功夫 那只有最好的办法 知觉外缘 他们 有这些科学技术 发展这些媒体 日行日益 我有权 不接受 我不看你这些 不听你这些 保护我们自己的 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 是我们的真心 清净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这样念佛一句 你跟心得相应 一生佛号 小八十一戒 生死中罪 不读我 为什么呢 邪不胜真 罪业是邪 你一念佛号是真 邪不胜真 一阵 能抵万血 那就超过 超过一万 八十一戒 生死中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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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